I NEED A HOT BOY I NEED A HOT GIRL I NEED A HOT BOY I NEED A HOT GIRL I NEED A HOT GIRL I NEED A HOT GIRL 大家好,今天阿遜手機網要為大家介紹 這一款是 SOFONE V4S 那主要是最新出的 SOFONE系列 那它主要也是1比1 然後配件通用也是屬於小卡版 那我們大家先看一下 這是它黑色跟白色的手機 待會再仔細為大家做個說明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配件 那因為它是屬於小卡版的手機 所以 它的 這是說明書 那在黑色款的部分它就會送 黑色的防塵套 這是下方USB的防塵套 這是上方3.5mm的防塵套 那會是 就是 這個 卡針 然後傳輸線耳機充電頭 那在小卡的部分呢 它們 還蠻貼心的設計說 萬一你小卡拆解好了 你要套用到大卡的時候 還可以讓你去套用到大卡的 轉卡器 那SOFONE V4S主要也是 搭載最新的聯發殼CPU 那 這是 黑色款跟白色款 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屬於 上方的 這個按鍵往下播 手機就會變成是震動按鍵 那這是音量鍵 那這是USB傳輸孔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屬於小卡板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 用卡針挑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在挑卡針的部分呢 它只要稍微按一下 它就會殘跳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小卡的 卡針的部分 卡槽的部分 那上方的是屬於開機鍵跟 耳機孔 那一樣它是做金屬 金屬光圈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用戶收到手機的時候 它後面是貼 貼這樣子的一個保護貼 那 其實主要是因為 SoPone系列出的 目前都會做一個 反尾的動作 那其實 我們稍微的掀開一下 把它試開一下後面的 它的字樣板就是會是 我們可以看到 像白色款這樣子 它是 Apple的圖示 然後是iPhone的字樣 那我們看一下白色款的部分 那 一樣 就是它的 四周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大概 介紹一下它的 基本 整體功能 它還是屬於3.5電容屏 那主要是 搭載著聯發哥MP6573的CPU 那我們 之後的視頻會去 試用超級兔子 跑它的積分給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是它的 整個 換屏的流暢度 那是 撥號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好 主要在 這邊有說明 就是說 當你 單點 HOME 鍵的時候 是屬於返回鍵 那 點HOME 雙點HOME 就是回到待機的介面 那如果 長按HOME的話 它就會回到 主選單 那就是 它這一款設計的 主要的差別 是蠻特別的 突破了 一般 iPhone系列的 iPhone 原廠系列 所沒有設計到的 部分 那我們大概先介紹一下 那 以照片的部分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也是屬於 多點的部分 那我們先找一下 所謂的圖褲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整個 圖褲 它的速度 我們先點個圖示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它的幻葉速度 那我們可以進行多點放大 我們可以把照片多點放大 在做縮小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剛才都是一直按 下面的 下面的鍵 按一下 它就會一直往上 上一步 去做返回的動作 那相機的部分呢 大概是屬於 兩百萬畫素 那 因為這一款 主要還不是主打 它的畫素 還是沒有搭載到 比較好 那相對的 就是請各位玩家自己去做判斷 那視頻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它的影片好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喇叭 喇叭 喇叭已經算是 現在是用到最大聲 讓大家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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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是工具的部分 工具它就有一些隱藏工具 是鐘、計算機、指南針的部分 那至於APP Store 它本身這裡是連接到大陸 那我們可以自己再關我們的Market進去 那在設定的部分 我們只要先看一下設定的部分 在Wi-Fi的設定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記得去打開再去做搜尋的部分 那音效的話呢 它可以去做這些指定的設定 震動、然後音量 音量我們可以去設定說 你要是屬於鈴聲音量、媒體音量、鬧鐘音量 還有這些指定的設定 然後接下來就是電話的鈴聲 然後通知的鈴聲 然後還有觸控的音效、有聲的選項、螢幕鎖定設定 音效還有觸控的回饋 那在顯示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自動調整亮度 然後螢幕的旋轉度 自動旋轉的螢幕 那還有動畫的部分 還有螢幕的意思 我們可以去設定要多久 那在壁紙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去設定鎖屏的圖片跟你的手機背景桌布 然後我們進入到一般 一般裡面我們看一下手機 那手機它有分很多 那其實主要的版本它是屬於Android 2.3.4 然後還有密碼鎖 然後還有密碼鎖 那我們可以去設定一些 你比較詳細的密碼 然後還有時間日期設定 那至於語言的部分就只有英文 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 那還有iPad就是在音樂的設定 這部分我們可以去做詳細的設定 那其實這是一般比較常見的 然後就是iBook的部分 那就是屬於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整體的效果 那你要做翻頁的動作 那WiFi藍牙的設定 那這裡還有FM收音機 那其實在這一款裡面它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一個遊戲跟應用程式 那我們進來文件夾裡面看 它把遊戲跟應用程式呢 其實放在這個NAAPP NAAPP就是應用程式 那NAGame它是屬於就是你要放那些 你把那些APP直接放進來 那譬如說我點遊戲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就進到你的 要去裡面那些APP的遊戲 那我覺得這一個的捷徑的設置是蠻不錯 你要用的時候你再去做安裝的動作 那其實你不玩的時候你可以把它做移除的動作 那因為其實它主要這一支是配置 256的RAM跟512的ROM 所以大家就是要去 稍微控管一下你的手機裡面的 相關程式的部分 那在這裡會主要是說 一般我們在應用程式裡面呢 我們在輸入法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去安裝國筆輸入法 那我們在這裡安裝一下 教大家怎麼使用 首先我們去做安裝的時候 因為我們它預設是 Android的輸入法 那我們把它安裝完了以後 那我們先安裝一些 待會要示範的這些東西 那這裡的工具箱也可以去做安裝的動作 另外一個是 SPB Shell 3D 我們去做安裝的動作 那待會再示範給大家看 那因為它本身裡面沒有 Market 所以我們已經做好了Market 所以我們去做安裝的動作 基本上最少要安裝這三樣東西 完成 好那我們先回到設定裡面 那在一般裡面有 裝置與鍵盤 那下方就會 我們剛才有安裝到國筆輸入法 我們把它打開 確定 然後我們去做詳細的設定 我們可以把你按鍵的聲音打開 或者是關 那主要是在這裡 我們第一個是預設是注音輸入法 那第二個看你是要用 長解輸入法 筆劃輸入法 那在下方語言的部分 我們把它選擇是翻體 翻體語言 那一般沒有使用過這樣的手機的人 比較不知道怎麼設定 所以這一個項目特別說出來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點簡訊的部分進去 那就是說 在你簡訊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你稍微點上方一下 這裡會跳出輸入方式 那我們要先點國筆輸入法 那之後它就會跳國筆輸入法 然後就會有 啵啵摸英文數字 那我們就是預設 把我們的輸入法 都直接改成是 國筆輸入法 那就是國筆輸入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有關的一個3D 那我們一般在手機 你開了一些應用程序 你直接在 後鍵這裡點兩下 它會跳這些 你在用的這些應用程序出來 那在 當你點兩下的時候呢 我們再多點兩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關的這一個 這一個 SHOW3D它就出現了 它整個介面是不一樣的 讓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在做套用的動作 那也這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也就是Android系統才能發揮到這樣的特性 我們可以看到 它整個介面已經做改變了 3D的特效 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這邊就分成六頁 主頁六頁 在下方 或是你要看一下3D的特效 這樣子找也可以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再恢復 點兩下 那 此款的音樂 其實它喇叭也 改進了很多 我們這邊先放一個 好 我們可以在這裡去控制音量 或是這裡控制音量 我們看到它音量的 它喇叭是在做的上方的部分 其實在這裡 我們手機拿遠一點 其實這一款的喇叭真的是很大聲 在iPhone訓練女型的話 一樣 我們在做任何事 我們可以跳回桌面 桌面的部分 那其實它一直在播放的 那我們在鎖屏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做 在你鎖屏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它你現在上面是在放著 那我們可以 控制音量 連續點兩下 它其實我們在這裡 可以去選擇 你播放的部分 就是在 在你在 解鎖下 其實你還是可以 繼續聽歌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 去做 停止的動作 我們把它停止掉 或者是你直接 在解鎖狀態下 然後直接點 就會到照相 它目前這一款 的設定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安裝 Angry Bird 讓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在操縱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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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得在做任何程序的時候 不要直接按鈕 按鈕 按鈕 記得一定要離開到程序 如果你直接按鈕 離開程序 你的手機還是一直在繼續跑那些東西 那一樣你的手機會覺得越來越慢 那我們在 灌一個也是比較經典的 就是 切水果的部分 先找一下 那在這裡面其實都已經有它的APP了 先隨便找一本好了 我們先隨便找一本好了 我可以看到 稍微 那這是基本上的整體使用介紹 就是iPhone 4s 就是SoPhone V4s 那它的黑色款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1比1防的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它帶套用原廠的把握後開刀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款 這個是屬於原廠配件 然後重點是其實它的孔位的部分 那在這裡套用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直接整個套用進去 那它的位置是正確的 然後上方的部分 還有下方USB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是第一款 那我們可以再看別的款 我們可以去套用看一下 它都有整體位置 那還有的就是 它的網狀後蓋套 那這也是屬於原廠的 它的孔位是 它的孔位也是跟原廠配件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還是可以套用的 那其實咧 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那其實就是 基本上這瘦風系列 它在買的時候它會附白色它就會附這一個 還有這個是1900A 行動電源充電器 那當然呢 一直都忘記介紹它 這是什麼 這就是剪卡器 那稍微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它附的剪卡器 那我們把SRM卡打卡放進去 直接壓下去 咔嚓 那就剪成小卡了 這也是一起搭送給大家的 讓大家方便去做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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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